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189集 前排最中间的大船上 赵玉生在甲板上布阵 乔木剑衣一左一右护在他身旁 赵玉生在小樱桃的帮助下 将要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妥当 他拿着一把木剑站在阵法中间 看着远处 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前方真的是一个连环阵 有信心吗 乔木沉声问道 若真的是冰糖葫芦阵 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赵玉生轻声回应 乔木侧头看着赵玉生 月眉清醋了醋 冰糖葫芦阵 不仅是乔木 就连借一听见这个名字 也侧头看着赵玉生 对 赵玉生对上乔木的目光 点点头坐了下来 书上所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赵玉生 你的书从哪来的 如此恐怖的阵法 和冰糖葫芦有何关系 乔木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的书来之不易 所谓的冰糖葫芦 其实就是一串一串的意思 赵玉生汉手收回视线 说的是连环阵 就是一个连串的 也许 他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不过那名字 有一个字太深啊 我呢 也不懂怎么说 只能选 最后面一个字 冰糖葫芦挺好的 容易记 也通俗易动 赵玉生 抬眸看了小樱桃一眼 轻声说道 小樱桃 你去让行子柔 通知大家 让他们务必 要死死稳住船身 其他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 好 小樱桃汉手 转身离开 乔木看着前方 诡异的天际 也没有心情 再理会这个阵法的名字 剑衣从头到尾 没有作声 他只是看了赵玉生一眼 便转移视线 看着前方 很快 方向一个转变 开始变得 没有任何方向可言 立于甲板上的兄弟 内力稍微弱一些的 都开始随着风四周摇摆 谁也不清楚 前方的情况 也不知道 赵玉生那边 准备的如何 他们心里 只有一个信念 那便是死死的 稳住船身 只要熬过去了 一切都能好起来 前方 黑压压 一大片乌云 滚轨涌来 只在一瞬间 天地间漆黑一片 让人伸手 摸不见五指 强劲的风 戛然而止 四周 安静了不少 船上 除了船舱下 借着微弱的灯光 依旧在忙碌着 让船只往前的兄弟 其他人 都一动不动地 站在甲板上 兄弟们 准备冲过第一个阵 千万不能松懈 赵玉生看着前面 大喊了声 闭上双毛 兄弟们 准备冲过第一阵 千万不要松懈啊 中间大船的船长喊道 兄弟们 准备冲过第一阵 千万不要松懈啊 从中间往外 只要是听见声音的船长 都立即大喊起来 船长的叫声带着内力 十分洪亮 铿锵有力的声音 一波接着一波 很快 二十几艘船的兄弟 都接收到了命令 兄弟们 稳扎马步 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 稳住船身 风停了 此刻的船 只比平常还要稳 前进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前方的空中 突然开了一个白色的洞 洞口越来越大 洞中射出白光 和四周的黑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切 都看在甲板上 所有兄弟的眼底 哪怕 从未见过如此情况 兄弟们的脸上 也毫无畏惧 乔木和剑衣 依旧守在 赵玉生身旁 小樱桃拿着一把木剑 站在赵玉生身后 他们锁在船上的兄弟 一圈一圈 围着阵法内的几个人 天边的洞口 越来越大 里面射出的白光 也越来越强 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突然有一道力量 推着人往前 就连船只往前行驶的速度 都加快了不少 不知何时 赵玉生已经睁开了双眸 他一顺不顺地 看着耀眼的光圈 神态自若 乔木看着赵玉生 如此模样 心中的大石 都能放下了几许 光圈对外界的引力 越来越大 但兄弟们依旧是昂首挺胸 死守着自己的阵地 赵玉生再次闭上双眸 口中嘀咕着咒语 与此同时 小樱桃拿着木剑 挑起了一团火 赵玉生拿起自己跟前的银剑 猛地站起 甩开了四周被扬起的火焰 在两人所造的阵法内 突然亮起了一道光 光束迎着空中的强白光 冲了上去 远处空中洒下的光很亮 却是分散的 而在赵玉生的阵法中 冲出来的光 光束很细 但看起来非常的强烈 强烈的光束 冲上了空中的大洞 轰的一声 大洞被炸开 转眼消失无踪 大洞消失 四周的阴霾一扫而空 在短短的一瞬间 天空恢复如成 那奇异的风也随之消散了 甲板上所有人都僵愣在那儿 看着月明星系的夜空 不敢说话 不敢动 我们 我们 我们成功了 握着木剑的小樱桃 一脸不可思议地收回视线 看着身旁的赵玉生 赵玉生深吸了一口气 侧头对上她的目光 点点头 小樱桃激动地扔下了手中木剑 往赵玉生扑了过去 我们成功了 赵玉生 我们成功了 我们真的成功了 小樱桃不知自己哪来的胆量 居然敢答应了赵玉生 与她一块破阵 当时赵玉生说她最合适 她也就点头同意了 后来想起 要是自己有什么错漏 很可能就会害了这么多兄弟 她一连几天都睡不好 只是不想让人担心 小樱桃才尽量地 让自己表现得正常些 没想到 她第一次参与破阵的事情 居然真的成功了 小樱桃太高兴了 全然忘记了男女之别 看见有人就抱上了 赵玉生心里也高兴 至少她没有辜负九儿的期待 成功破解了阵法 她站在那儿 看着月亮上那张浮现的小脸入神 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自己被小樱桃抱紧 行子舟急匆匆赶来 想要给自己的小丫头 一个大大的拥抱 却不想 居然看见她正抱着赵玉生 我们成功了 我们 小樱桃激动了一会儿 终于反应过来 与此同时 赵玉生也反应过来 收回视线 垂眸看着 抱着自己的女子 四目相对 小樱桃猛地放开了赵玉生 大船上 传来了小樱桃 清脆的叫声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小樱桃猛地放开了赵玉生